AI简报 全球媒体对人工智能 AI的报道 中国用来回应ChatGPT的文心一言 在网上遭到嘲笑 连线 本月早些时候 百度在北京发布了Ernibot 或称文心一言 然而这一消息落空了 百度必须遵守政府 对在线内容的严格审查准则 就在前一天 OpenAI对支持ChatGPT的人工智能技术 进行了重大升级 称为GPT4 ChatGPT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它能写诗和散文 回答数学问题 阐述哲学思想 并能流利地谈论几乎任何话题 令世界惊叹 微软被迫限制其基于 OpenAI技术的避应聊天机器人的使用 因为用户找到了规避护栏的方法 使该模型说出了不恰当或有问题的事情 百度已经通过API提供了支撑其新机器人的文心 一言语言模型 中国的聊天机器人必须遵守中国的审查规则 包括避开政治敏感话题 尽管接受程度不一 但文心一言似乎是ChatGPT的有力竞争者 一些用户说他们对其能力印象深刻 百度可能是为了获得先发优势而匆忙推出其掩饰 由于美国的半导体制裁 他和其他中国公司可能难以跟上 美国公司在聊天机器人项目上的规模和实力 百度CEO李彦宏在Ernie Budd的发布视频中 承认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测试文心一言 他能否和ChatGPT相提并论 日经亚洲 日经亚洲的文章比较了两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百度的文心一言和微软支持的ChatGPT 通过对他们进行并列测试 文心一言的表现不算太差 但他在理解中文背景方面有困难 而且不会参与政治敏感问题 而ChatGPT在被问及政治问题时 表现得更为坦诚 并给出了详细的回答 文心一言能够画图 但在数学问题上不准确 也不能回答开放性的问题 ChatGPT在旅行计划 和中英文翻译方面表现较好 这两个机器人都有改进的余地 是正在进行的工作 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认为 文心一言的用户反馈 将比ChatGPT首次推出时更好 到目前为止 谷歌的新意爱聊天机器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美联储专家 彭博社 谷歌推出了一个名为Bud的新聊天机器人 旨在介绍其对话系统研究 不幸的是 它仍然缺乏一定程度的复杂性 这体现在它无法超越2021年的时事 巴德已被开发为自然语言处理 面向任务城市设计和其他人工智慧技术的研究实验 与OpenAI的GPT三等竞争对手不同 巴德的功能极其有限 虽然系统可以与使用者就食品和饮料等主题进行互动 并且可以玩游戏 但使用者不能提出简单的二进位是或否问题 因为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腾讯在年度收入首次下降的情况下利用人工智慧技术 日经亚洲 中国科技巨头腾讯矿股Tencent Holdings 报告了其有史以来首次年度收入下降 但暗示人工智慧技术可能是该公司的增长被增弃 腾讯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已经宣布计划开发人工智慧生成的内容和聊天机器人服务 已与微软支援的ChatGPT竞争 百度公布了自己的ChatGPT答案 称谓文心一言 瑞士信贷的投资银行正在慢慢消失 纽约时报 瑞银、UBS 周末同意以甩卖价格收购瑞士信贷CreditSwiss 并将解散这家陷入困境的公司的投资银行 因为瑞士将禁止向瑞士信贷银行家承诺付款 这家瑞士银行已经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收购之前剥离该部门 瑞银曾表示有兴趣保留媒体 医疗保健和科技等特定行业的一些银行家 但随后表示计划限制其整体投资银行业务的规模 据认为 瑞银将结束将瑞士信贷 投资银行与瑞士信贷计划收购的客来 因咨询精品店合并的交易 与此同时 瑞士政府表示将暂停为2022年之前发放的瑞士信贷员工发放奖金 这加剧了该银行员工的痛苦 由于瑞银的交易 他们在该银行的股份几乎被消灭了 瑞银表示 他只希望瑞士信贷投资银行部门70%的股份 其余30%预计将逐步管理 随助聊天机器人的传播 保守派梦想著右翼的回应 纽约时报 研究人员警告说 人工智慧辅助系统可能会产生政治扭曲的资讯 T.P.P.P.N.N.Z. Institute of Skills and Technology副教授David Rosado 测试了一种由AI驱动的名为ChapGPT的工具 发现它具有自由 进步和民主的意识形态偏见 他使用一种称为微调的过程 创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 该过程允许城市是根据政治偏好调整模型 批评人士表示 ChapGPT的建立者OpenAI反映了其城市师的自由价值观 引发了关于潜在危险的辩论 保守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己的聊天机器人 纽约时报 由于可能存在的偏见 在开发聊天机器人等工具时使用人工智慧 AI已经调整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生动的政治和文化战争 纽西兰数据科学家大卫罗扎多 David Rosado 对三番式OpenAI开发的名为ChapGPT的聊天机器人工具 进行了几次测试 在评估过程中发现了自由 进步和民主的回应存在偏见 此后 罗扎多创建了名为Rightwing GPT的版本 通过训练其保守回答来测试其立场 这场战斗展示了资讯军备竞赛的右翼战线 它引发了对人工智慧道德使用的怀疑和持续质疑 在Rosado进行的几次测试之后 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结果表明 ChapGPT并非不受偏见的影响 而是倾向于自由 进步和民主的观点 错误资讯和有偏见的数据的风险迫在眉睫 科技公司争先恐后的构建不隶属于任何政治取向的适当人工智慧产品 OpenAI前联合创始人 埃隆、马斯克、伊朗·马斯克批评ChapGPT被唤醒 而明确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社交网络 加布里埃尔、Gabriel承诺开发人工智慧工具 创建没有自由主义宣传的内容 行业专家警告说 使用具有不同政治取向的聊天机器人或类似的人工智慧工具 可能会在类固存上产生更多的资讯泡沫 人们可能会将其视为最终的真相来源 他们也可能完全侵蚀人工智慧的概念 因为对聊天机器人的信任被侵蚀 随后暴露他们的工作 作为社会特定部分党派信仰的工具 ChapGPT 聊天机器人应该为技术收益 带来合成流行音乐 金融时报 谷歌推出了一个新的聊天机器人Bard 以挑战OpenAI的ChapGPT4 让每家科技公司都有机会激发人类与技术无缝交互的进步 ChapGPT允许人类与计算机无缝交互 为整个技术领域开辟了重要机会 目前提供订阅模式的ChapGPT 似具有首先进入市场的优势 然而 谷歌在影响力和规模方面被认为更为深刻 这标志著对OpenAI雄心壮志的巨大威胁 据业内人士称 已有超过1亿人注册了ChapGPT 其中科技工作者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开始整合这些工具 其中生产成本各不相同 产生的收入很低 导致货币化问题 OpenAI提供ChapGPT Plus的订阅 以及许可费 该公司预计 今年将产生2亿美元的收入 该业务的估值 可能是销售额的145倍 估值达到290亿美元 合成智慧的消费化 似乎将继续快速增长 微软将把ChapGPT4 添加到它的Office应用程式中 LinkedIn也将使用这项技术 聊天机器人和生成式 人工智慧最终可能会改变 涉及文本或图像的工作的游戏规则 从软体工程师到律师 再到人力资源 总之 ChapGPT4的绊脚石是完善开发 AI的大型语言模型 如果大型科技公司能够继续 在免费产品中提供这些模型 OpenAI的收入可能会受到威胁 TikTok在澳大利亚夺走音乐时 失去了客户 彭博社 在进行了一项测试 以评估音乐对平台使用者的重要性后 澳大利亚的TikTok用户数量有所下降 一些使用者无法访问由三个主要唱片公司分发的大部分音乐 而其他使用者只错过了较少的音乐 虽然在此期间 TikTok在大多数其他市场的用户数量有所增加 但澳大利亚的用户数量连续三周下降 音乐行业将这一测试视为虚弱其价值的举动 然而 结果实际上可能已经证明音乐对应用程式的吸引力至关重要 TikTok向音乐版权拥有者支付固定费用 而许多人则要求获得一定比例的总收入 TikTok认为 它不应该支付与音乐服务相同的费用 因为它是一种促销工具 唱片公司已经签下了数十位艺术家 因为他们的歌曲在该平台上流行起来 它的成功刺激了其母公司为元祖跳动的价值达到数千亿美元 该服务还导致拜登政府考虑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消费者使用 除非该公司被出售 去年 应用测量公司Sensor Tower发现TikTok的下载量已达到20亿次 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度人 为元祖跳动目前正在请求中国允许出口其部分技术 包括TikTok的技术 新的许可协定对于围绕该应用程式 未来的任何成功交易都至关重要 下转只ians 经游户 感谢观看